啊 大家好 我是talk dream啊 我又来了啊 这期视频的话啊 主要想和大家再聊一下比特币 然后我用的是啊 在ark investment 在他们的网站上 然后 yesing 就是他们研究比特币的一个analyst 他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报告 然后是研究报告的第一部 嗯 我哪 我把这个研究报告拿出来和大家总结一下 其实对于啊 不管是对于了解比特币或者不了解比特币的一些小伙伴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方面去啊 去看一下比特币 好吧 我觉得对大家应该会有帮助 我世界我试着把它尽量的简单化的来和大家翻译一下 啊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就我我拿了一些一些小伙伴要求我复盘的一些股票 然后是我平时基本上很少复盘那些个股 然后和大家复一下盘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吧 啊 在聊比特币之前的话 我想先给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啊 我建立的这个策略的嘛 就是investing etf 然后investing tk 这个这个策略 然后啊 这一个这一个星期或者从这今年到现在的话 他啊到星期五为止的话 整个回报的话是15.58 然后啊 这边benchmark或者这个ark etf 的话 他们的一个回报是13.99 就是啊 其实第一个星期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星期上周五的话啊 我这边这个策略其实是比ark要高了将近4个百分点嘛 我记得 然后因为上个星期啊 整个arkark他们的走势其实是是负的 是负回报的嘛 所以我这个策略的话也没有ark走的好 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个4%的一个啊 一个回报就就 就高于啊arkk 4%的一个回报得缩小了 那这个星期结束的话 差不多现在是比arkk只高了1.59左右 差不多1.6左右吧 啊 这其实验证了 起码从一个一个星期的一个数据验证了 就是当arkk这基金它往下跌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我这个我建立的这个策略的话 一定会比arkk的话 相对来说也比他们跑的更差一点 那但是这个策略背后的意义就是 如果说我们长期是看好arkk的 那arkk长期来说一定是上涨的 那arkk 长期来说一定是上涨的 那如果arkk长期来说一定是上涨的话 那你把它是个重仓股放在一起啊 去建立一个策略的话 我觉得这个策略其实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从长期的角度来说的话 一定是能跑赢arkk的 好吧 反正接下去的话 我每个星期都会给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个策略啊 不了解这个策略 或者第一次看我这个频道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我上期的一个视频 我详细的讲一下这个策略到底是什么 好吗 啊 那然后就来讲一下比特币 好吧 就啊 首先我想这边先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啊 叫store of value 就我翻成中文啊 中文叫储存价 价值储存 我我感觉这个翻译 我不知道翻译的好不好 我感觉不是非常好 其实简单的意思就是保值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啊 我们传统的理解里面啊 我这边还想举黄金呢 那黄金举个例子传统的例子里面 比如说 大家买黄金是为了什么 很多很多人买黄金是为了保值 大家一直听到的一个一个概念就是啊 你买黄金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嘛 就如果通货膨胀的话 你黄金是一个比较好的 你保值的一种手段 对吗 啊 还有一种理解的方法 就是啊 我们知道黄金价格基本上 我说从长期来说的话 黄金的价格和美元的价格是相反的 美元上涨黄金下跌 美元下跌黄金上涨 对吗 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如果说你的一样东西啊 就些比特币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特币很多人起码在比特币的一个 bow的一个一个视野里 就是啊 它是一种store of value 就是它是一种储存价值 价值储存的一种方式 好吗 啊 但是其实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就很多人是觉得比特币 就我说就是啊 bitcoin bearish 那些比特币的一些看空者的人 他们就觉得比特币不是啊 就不是储存价值的一种方式啊 然后我会引出第二个观点 就为什么他会觉得 为什么这 为什么这些这些小伙伴会觉得他不是一种方式呢 就这边引出第二个概念 叫productive asset 啊 然后什么是productive asset 就这边我觉得中文也翻的不是很好 他叫生产资产啊 其实举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起码市场上大家都认同的一个productive asset 就是啊 我说的房地产或者说房屋 你去购买一间房屋的话 这个房屋就被市场认为它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 因为什么 因为它能产生正向的一个现金流 比如说你去买股票的话 或者你去买一家公司的股票的话 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 因为这家公司可以创造价值 它可以创造正向的一个现金流进来 好吧 就你从这个角度去去理解什么是productive asset 但是很多人觉得啊 比特币它不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 因为它不能产生任何的一个现金流啊 包括我知道有些小伙伴也关心的有一个外国的博主 应该是韩国人嘛 叫Dave Lee 然后他的一个在他的一个视角 他其实是不看 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看好比特币 他说比特币不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 但实际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因为我前面和大家说了 取决于它是不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 从定义上来说 取决于它是不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能不能产生现金流 那你去看 你去现在有一家公司 有一家公司叫blockfi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它的概念是我们单单 我们平时的一个概念里 概念里就是你你把你的现金存在银行里 银行会给你利息 对吗 就不管是1%还好还是2%还是2%也好 就你会有利息在里面 但是你存的 因为你存的是美金 这家公司blockfi 你存currency 或者你存比特币进去 或者你存其他的一些货币进去 它是会给你利息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边 BTC 它就是一个 他就是 BTC 就是比特币的意思 如果说你存的比特币是在0到2.5个比特币之间的话 他每年给你的利息是6% 我们都知道 就首先银行为什么会给你利息 就你存在 你把钱存在银行里 银行为什么会给你利息呢 很简单 因为你存进去的钱 银行可以不用 银行给你1%的利息 那其实银行就是等于把你的钱 他再去借给另外一个人 借给另外一个人的利息是多少 2% 那银行就是从中间赚一个利差 对吗 就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 现在这个blockfi这家公司 你他 你把比特币存在他的公司里边 他付给你每年6%的一个利息 然后他把比特去比特币去借给其他人 借给其他人 给更高的利息去借给其他人 然后他从中间赚的就是什么 他从中间就是赚的一个利差 他其实在和银行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中间的媒介不一样 媒介不同了 银行做的是中间的 银行中间的媒介是什么 美元或者其他的一些货币 而他做的是什么 中间的货币 或者他中间的一个借地就是比特币 所以从现在这个现状 你再去看的话 比特币到底是不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 在我的眼里 因为我觉得一旦比特币能够成为一个媒介去产生正向现金流的话 那比特币其实就是一个productive asset 好吧 然后就来看ARK investment他们的一个研究报告 我尽量把它说的简单一点 好吧 就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比特币 非常从三个方面去看 因为它开放 因为它公正 然后因为它更简单 然后从三个角度去看 首先为什么第一个第一点就是比特币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会计系统 第二点 比特币 因为大家知道第二点的话 就大家知道现在有很多一些开源的一些软件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一些软件 你就你可以直接拿了 你可以直接把它的一个code 或者把它把它最后 把它在后面的一些程序 或者他们写的 程序员写的一些程序 你可以直接拿过来 然后你可以直接去用了 而比特币的话 比特币的一个code 或者比特币的一个程序 是比任何开放的软件的程序更加的开放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的话 也是很多小伙伴会有疑问的 就是为什么比特币 而不是其他的一些cryptocurrency 或者其他的一些数字货币 因为从反正从ARK他们研究的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比特币 它是最最最迅速 也是最最有效的 它比其他任何的一个cryptocurrency 或者其他任何的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系统 或者一个network的话 它更加的一个cost efficient 而且是非常非常是much more cost efficient 然后看第一点 它这边画了一个金字塔形 然后它分了level1 level1 level2 level3 然后对于 我相信对于 起码我自己来说 我可能也就处于最多处于level1和level2之间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小伙伴可能就处于level1 level1的话 或者layer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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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er的话 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人就是没有投资比特币 对于一些和比特币相关的 或者对于一些还在观察比特币的人 那我们需要了解的什么 那我们现在需要了解的就是它的整个的network 它的整个的系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去衡量比特币的系统 或者比特币整个的一个network 它是不是健康的 从三个角度去看 那第一个角度就monitory integrity 其实就是货币型的公正性 或者货币公正性 第二个角度就是security 安全性 第三个角度就是usage 使用率 然后这每三个角度 其他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自己去看 我就不详细说 然后它每三个角度 或者说它每三个category 它都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它衡量的标准告诉你为什么它是一个公正 为什么它有公正性 或者说它有多么的安全 然后告诉你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用这个network 然后先来说一下它这个货币的一个公正性 这个其实和大家就相对来说 大家都了解到就比特币最多的话 它只能有2100万个 然后比特币 这边有一个bitcoin issuance issuance 就是它每年能 其实就是它每年能开采的一个量 每四年的话开采的量减半 可以从这条黄色的 从这条绿色的一个曲线你能看出来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你把它去和美元去做对比的话 其实不管美元 任何一个货币都是一样的 比特币 它每年能开 就它每年能增发多少比特币 或者它比特币一共有多少比特币 它都是规定的 都是用所有 背后都是有所有的数学公式给你规定的 而不是像政府那一样 不管是哪个政府 而不是像政府一样 他今天比如说他想增发了 他就增发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这一条 或者其他的一个monetary integrity 或者这条金融性 或者说货币的公正性 不是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能稍微理解一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美元现在一直在增发 对吗 那很多大家人的概念就是美元增发 那导致了所有的金融资产全部上升 或者全部增长 直接反映在哪 这就是直接反映在 比如说房价上涨 比如说股市上涨 那如果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2020年整个一年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把钱放在股市里边 你是一定赚钱的 很多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2020年也赚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 有那一小部分人没有把钱放在股市里边 或者那一小部分人他没有钱去放在股市里边的话 这就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 有钱放在股市里边 或者有钱投资房地产的那些小伙伴就越来越富了 而没有钱去做那些投资的 没有钱去买那些asset 那些小伙伴 他就越来越穷了 这其实也是一个直接 你可以 你可以 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个联系 就是政府发钱发的越多 导致的一个 其实一个结果就是所有的资产价格上升 而没有钱去买那些资产的一些小伙伴 他们就变得越来越 他们相对来说就变得越来越穷 对吗 那你可以再去想一下 就放到更现实一点 就是 有钱的小伙伴更有钱 那些那些小伙伴去买房 直接把房价推的越高 那那些没有钱买房的那些小伙伴 他变得越来越穷 越来越买不及房子 对吗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 包括其实大公司公司也是这样一样的道理 公司他的钱 每个公司他都有cash 都有一些现金 他公司现金放在那边 如果说他这些现金没有一个好的去处的话 等对他来说的话 他就是在贬值 因为其他公司的价值都在上升 如果说今天我想收购 如果今天我想收购这家公司 但是我钱不够 我如果说我的钱还放在现金里面啊 六个月以后或者半年 或者一年以后 一年以后这家公司的市值直接翻了一倍了 那你再要去收购这家公司的话 你就你的钱是越来越不够了 对吗 所以那你的钱 你怎么样 让你的钱 或者让你的现金能保持和那家公司 公司价值上升的速度在一个频率上的 那这就是你自己去需要做的事情 或者这就是公司领导人需要去做的事情 你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 你可以把钱投入到自己的公司 让自己的公司的市值 增加 增加越来越高 另外一种方法 你说不定你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一些策略 比如说像 不管是Spirit也好 或者MicroStrategy也好 他就选择了去投资比特币 因为他觉得比特币的成长的一个速度 可以和 其他公司或者可以和他以后想要收购的那家公司成长的一个速度 起码可以保持一个持平 或者起码能追上其他公司成长的一个速度 所以这一点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政府 首先你是不能控制政府是不是印钱的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如果政府印钱的话 其实是变相的在 稀释你自己手里的一个资产 如果说你自己手里一个资产 没有 这资产增长的一个速度 跟不上政府印钱的一个速度的话 那实际上政府印钱就等于在伤害你的资产 好吗 然后来看第二点 安全性 安全性的话 他这边引入了一个概念叫Hash rate Hash rate的话 就英文的话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什么意思 就如果说他的Hash rate越高的话 就代表他的整个的一个系统 或者他整个的一个network安全性更高 而你可以看到从 起码从 他这边的数据从2017年开始2017年7月份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他的Hash rate一直是在增长的 那就代表的就是他整个的一个系统 或者他整个的一个network是 越来越安全 安全性是越来越高 然后来看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使用率 这边他有一个概念就是active addresses 很多同学小伙伴可能不是非常理解 就你你直接把他我觉得直接 比较简单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一种方法 就是你把它看作参与者或者参与比特币的人 然后这条下面这条绿色的曲线 你可以看到 参与比特币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 或者是增长的话 起码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的话 他增长还是非常快的 然后他们用了一张 这边他们用了一张图是 bitcoin address supply distribution 他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他的结论是 比特币现在的持有者正在被去中心化 就是比特币多数的比特币已经被分散到其他人手里 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我觉得其实我后来想 一开始我觉得这张图好像还挺有道理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 有一点误导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什么意思啊 就 先看这边红色的 这边红色的是 拥有者超过10 超过1万个 超过10k 超过1万个比特币的拥有者 超过 首先 我们了解一下 超过1万个比特币什么意思啊 我用今天 比如说我们只把3万块钱 现在3万块钱一个比特币 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就是 就是差不多有 就在所有持有比特币的人里面 差不多 我看下差不多有15%的持有比特币的人 他们自己的身价是在3亿美金 就是300 million 但是他这边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他这边说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蓝色 不管是他所有的颜色 因为每个颜色就代表着 这个持有者或者这个地址持有者持有多少个比特币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紫色是他新价境的 那一批人的话是 只有少于10个比特币的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些 这些现在进去的那些人 而这些人是在增加的 但实际上 这张图我觉得 有一点欺骗性的意义在那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我们如果假设现在股市里面只有两个参与者 一个是ark investment 一个是bally giffen 只有他们两家公司 那今天就我和 比如我talking 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 我们两个人也加入股市的 那现在股市里面就等于有几个人 现在股市里面等于有四个人 但是 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 我们两个都是小伞 就我们加入这个股市不代表我们能从bally giffen 或者从ark基金里面分到他们的一个财富 能懂吗 他这边其实告诉你 其实就是现在有更多的人去参与了 就去参与进入比特币 或者参与进入这个股市 我们加入了ark investment 或者我们加入了bally giffen 的一个队伍 但是不代表我们去分割了他们的一个财产 或者我们和他们去大家去把这个财产 或者把比特币的市值给平均平均分了 我觉得这个概念一定要分析 我感觉他们这边 起码他们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误导性的作用在里 他们说wealth associate with bitcoin is decentralizing 这个结论其实我不是非常同意 因为他其实按他这 因为他这边放出来的一个数据 其实是按人头去算的 就address去算的 而他不是按市值去算的 好吧 那最后一点来看他的成交量 或者他的一个transaction volume 其实我觉得ark还算是 其实他们是比较中立的 他们做的很多研究 其实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立的一个立场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实比特币的一个交 一个成交量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 他有了一个成交量 红色是个这条线 其实是比特币的一个成交量 是他的volume 你看到他的volume 其实在最近的两年其实有一点点下跌的一个趋势 下降的一个趋势 特别是你看他的一个流动性 就是我一直说的velocity 对吧 我们看 我们看美元资产一个monitude m supply的时候 我们也看的是他的一个velocity 我一直和他说 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美元的一个流动性 其实是下跌的 即使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 印了太多的一个钱 但是你印了太多的一个钱 如果说伴随着是他的流动性下降的话 实际上整个在市场里面流动的一个量 并没有增加 并不是因为你印钱印的多了 他就直接增加了 比特币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看他的流动性 因为他比特币的市值增高 现在现在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快 导致的结果 其实就是他的流动性 除非他的 他就我说他那个transition 他这条红线一直往上的话 红线如果往上的话 那也能导致 这条绿线也往上 但是因为现在 他整个的一个市值增长的比较快 所以直接导致就是他的流动性 相对来说其实是属于偏低的 特别是已经降到了202011年的一个水准 好吗 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有些小伙伴可能听完我说了那么多之后 可能还是云里雾里的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一点点来 我觉得今天的话 我觉得大家 如果想要有一点了解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对这两个概念可以再可以再重复一下 或者大家去试着再去了解一下 第1个概念就是store of value 什么是到底什么是store of value 第2个概念就是productive asset 因为很多人去攻击比特币会用比特币是一个nonproductive asset 就像我说前面说的dave lee 他就说了比特币其实是一个nonproductive asset 是一个没办法产生正向现金流的一个资产 但实际上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证明了比特币它是可以产生价值 或者它是可以产生正向的一个现金流的 好吧 我觉得这两个概念 如果对比特币完全不了解的话 大家也不用急 听完我说那么多 可能你也是云里无敌 可以大家先从这两个概念去看 从它比较高的一个高度 你去试着慢慢的去了解比特币 好吧 store of value 和productive asset 然后的话就来复盘 先来看unity unity的话 我还是强调一下 首先我和新来小伙伴说一下 我 这边我所有的一个技术分析 用波浪理论去做的技术分析 不代表我自己推荐这只股票 即使我看多这只股票 或者说我觉得它接下去会涨 但是不代表我推荐大家去买买这只个股 我所有推荐的个股 全部是从基本面去出发的 好吗 技术面的话 作为我来说的话 技术面只是帮大家作为一个 我们说试着去找一个和比较合适的一个买入点 或者试着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 一个加仓的一个点位 好吗 unity的话 是这样 就unity还是这样 就因为它 k线图其实日的日k线图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那 但是我 起码从波浪理论去看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 或者比较明显的 我能画出来 这边蓝色的一个12345 包括 蓝色的三浪里面有橘色的这边一个12345 所以我对他现在的判断 其实是 他现在是 因为四浪在这个位置其实正好差不多到了一个0.382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位置 所以 现在我对他的判断是在五浪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中 五浪的话比较有可能的一个点位 或者说 下一个点位的话 差不多在173左右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点位 五浪的上升高度和伊浪这边的一个上升高度是一样的 如果说 他超过了173的话 那可能我们再去看下一个点 但是第一个点位的话 一般情况下能看到 伊浪这边的一个100% 就是在173这个点 好吗 然后来看beyond meet 有一个小伙伴说我以前聊过一次 然后就很久没聊了 今天再来聊一下 好吗 然后 然后从技术面上来说的话 比较诡异的 但是我只能这么去的话 为什么 就是从三月差不多从三月份开始他一个上升浪到这里一浪 然后 这边二浪的话其实比较诡异 一般来说二浪的话是 这个位置到可能时间点的话 可能到这种位置结束 但是因为他 这个位置他到九月份到这个位置底点之后 然后上去之后 到这个避浪的这个时候 然后跌下来 然后这个位置跌下来 直接去破了 九月份这个位置的一个新低 那只能这个在这个位置把它化成一个二浪板上化成一个abc 就橘色这边的一个abc 二浪在这个位置结束 因为现在的一个涨幅 首先如果不是因为这两天的一个涨幅的话 我根本没办法在这个位置判断他二浪结束 包括 包括今天或者包括上星期的这两根涨幅之后 我也没办法确认二浪在这个位置就完全结束了 好吧 就我觉得从起码从波浪里面来看的话 我要去看别样米 其实我把握不是非常大 因为他这种走势其实是 其实我从我个人来说的话 其实是非常诡异的 好吧 但是我画一浪二浪这个位置画到这边的话 从波浪里面来说的话是完全没有错的 我然后我希望说要什么 别样米他我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从基本面去看的话 我觉得他最大的 两个 弱点或者最大的两个威胁在哪 第一个危险就是 啊 泰森富的像泰森富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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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际然后他虽然说他的技术没有别样米的那么好 但是 他们他们其实已经在造人造肉的一个路上了 对吧 因为他们有 我说对于这类公司的话 首先啊 他们 本自己本身的话有非常强大的一个network 有一个distribution channel 他又能量产上去 所以他需要的什么 他需要弥补的就是从 技术上面他需要非常快速去弥补 在人造肉质上面非常快的去弥补 但是一旦他有这个技术 或者有 相对说比比较米稍微差一点的技术的话 他只要能造出这个人造肉的话 他这个生产量他的scale是非常非常快 他要量产的话是非常非常快的 比较米特最大的问题在哪 他的量产跟不上 你知道吗 就啊 我记得当初我在研究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比较米当初是和麦当劳想本来想和麦当劳合作的 但是后来因为麦当劳的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 啊 比较米的跟不上 他们根本满足不了麦当劳这个需求 所以最后没有和麦当劳合作 最近这两天的一个涨幅我看到 我看了新闻是因为他们和tacobel合作了 对吗 然后搞应该是给tacobel他们提供啊 就是别样米特他们一个人造肉 他们一个一个一个饼或者一个肉饼 啊 所以他们只能从慢慢的来 只能从一些小的一些food chain 然后从那些小的food chain 然后慢慢的渗透 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 我们说一个其实不管是人造肉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技术也好 最主要其实你有了这个核心技术之后 非常非常难的就是scale 其实特斯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特斯拉有这个技术在那里 但是他们 你看他们花了多久 才把这个scale 才把量产给增上去 一旦你量产跟上去的话 这才是他们一个 我说一直说的一个s curve 就是一旦量产跟上去的他们就是指数型的一个上涨 那就是 我觉得别样米他最主要就是解决他能不能量产这个问题 这是他们现在 我觉得是他们现在一个瓶颈 另外一个点就是价格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别样米的他们 或者他们破坏的是一个整个的肉类市场 然后肉类市场又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 我其实不是到今天为止 我都不是非常同意 因为 我首先我说 很非常大的一点是你如果素质主义者的话 那毫无疑问对于素质主义者别样米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卖点 其次因为素质主义者 他们其实大多数情况我觉得素质主义者他们都是 经济能力的话都是不差的 所以他们在对价格来说并不是非常的一个sensitive 或者并不是非常敏感 比亚米等或者人造肉这类公司 他们真正要disrupt 真正要破坏 肉造肉类市场的话 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价格加上去 就像特斯拉又像特斯拉一样 就你必须要把你技术的一个价格降下去 然后你把量产跟上来 那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他们的市值远远不止现在这个市值 但我我现在可能 如果你把但是你把这个眼光给放长的话 也许我觉得比亚米等能是 下一个在肉类市场里面的一个特斯啊 但是我这就取决于有一个事情 我说我说 我也想放一个概念研究这个实现成本进来 或者说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关心这家公司 非常非常关心 整个的一个industry 看他们发展的有多快 因为我说他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就是就是泰森富的 对于这里他对于泰森富的来说 他们他们什么 他们为 他们现在缺的可能就是技术 他们所有东西 东风万事俱备 那么只欠东风 他们如果说一旦有这个技术进来的话 他们要量产的话 非常非常简单 那就看到底是 泰森富的先出来一个替代兵 或者先出来一个比亚米特一个替代兵 还是说比亚米特先把他们量产给跟上去 所以 这就是一个比亚米特最大的一个风险 好吗 我觉得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 更多的关心一下这一块 对于短期来说的话 其实技术上来说的话 我说实话 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 我这边看比亚米特不是非常非常清晰 因为他这种abc的一个走势 其实对我来说 对我对他的判断来说 影响还是挺大的 好吧 如果说我有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我有看到非常明显的信号 他是向上的一个趋势 或者向下的一个趋势的话 我再来给大家做更新 好吗 我想快速的讲一下欧这家公司reality income corporation 因为有些小伙伴问我 他说这家公司怎么又跌了 怎么又涨了 首先啊 我想说一下 因为这些家公司我知道有一些其他的博主推过 然后 这类的公司 你要知道他是做 他是做房地产的 做real estate 的吗 这类公司你要知道 因为他是每个月发 我们说发dividend 或者发股息派股息的 首先 这类公司 你既然选择买这类公司 你就要做好 买这类公司 你就是当做定期存款来做的 或者定期存款来买的 你不要去奢望他在那个位置股价还会给你上涨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 就是因为他公司赚来的钱都是派股息派给他的股东了 所以你不可能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吗 因为这类的公司 他既然能把这个钱退给各自股东 就说明他对于这类公司来说 他并不是在非常在乎公司自己本身的一个成长 或者自公司自己本身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成长 那这结果就是他把钱全部退还给你 那你不可能要求 你把钱 你每个月要发我钱 然后你还要公司成长 你股价还要给我上涨 这是不对的 好吗 就你选择去投资这类公司的话 你就做好 你对标不是去对标什么 amazon 不是去对标一些 亚马逊啊 不是对标特资的 你不能把这些公司去对标的 你对标又对标什么 对标你的savings account 好吧 如果哪天你savings account的比他发的一个 因为他现在年化股息差不多在4.5左右吧 如果哪天你savings account的比他年化股息还要高了 那你可能就要放了放放掉这些公司 或者说考虑卖出这些公司了 好吧 不然的话 我觉得你你你买这些公司 你一定要知道你买的公司到底是什么 好吧 然后快速看一下frog 也有小伙伴问我 我以前聊过几次 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 我不喜欢frog或者jfrog这家公司的两个原因是 第一个原因他现在固执相对来说属于属于偏高的 就也不算偏高 就是他是属于比整个savings的行业属于高 属于比较偏高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不是非常喜欢他的ceo 但可能我看的比较片面 因为我看了一个他ceo的采访 我让我感觉这个ceo他本身 自己有点迟钝 然后好像对于应对媒体来说 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擅长 反正这是我对这家公司的一个看法 至于从技术面上来说的话 因为开线非常非常的小 我没办法现在 我只能告诉你他这边下面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因为两次判到这个支撑直接就退回来 包括在这个位置也算是有一个比较小 在59块钱也算是有一个比较小的支撑 如果现在比如现在收盘的话 经济物收盘已经在59.65了 那些非常有可能他接下去去看下面的57块钱或者57.37 破了57.37有可能继续向下 有没有可能就破发首先已经破 基本上现在已经破发了 对吧 有没有可能去下探57.22 这57.37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 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停住呢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的话 我没办法去给你太多的一个信息 我只能从基本面去触发 我上次做完基本面 这是非常GF给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 就是 估值相对来说偏高 然后CEO的话 我不是 我个人的话不是非常非常喜欢 好吗 Facebook基本面的话 第一点 这边有一条有一条支撑位差不多在就黑色的这条线 在245.11左右 我对他的判断是蓝色这边12345到这个点 差不多到8月26号左右 到了一个顶点 然后现在是在 粉色这边的一个WX 橘色这边的一个WXY 然后W的话又分成ABC 然后X上去 然后Y的话又变成一个ABC C的话 非常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停下来 但是对于Facebook这家公司啊 首先你去看他的成长率 其实已经不是非常高了 四季度的成长率才20%多 三季度二季度的话才10%多一点 那对于这类公司的话 你也是不能要求 你也是不能对他有特斯拉这样的一个要求 对吧 我一直要和小伙伴强调是 你买一只股票的时候 你他的风险和他的回报一定是成正比的 你相对来说去买一些成长比较高又不赚钱的那些公司 你可能你的回报相对来说潜在的回报更高一点 但是你的风险一定是更高的 那你买Facebook的话肯定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回报 但是相对来说你风险被小一点 但是最近来 从最近的一个事件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于Facebook来说的话 是不是非常 我自己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比较负面 因为 就是因为川普的一件事情 他们把川普的一个账户给封了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整个社会 特别是对于那些VC大佬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非常喜欢的Facebook 好吧 我觉得从短期来说 特别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之内吧 可能这个时间点会更长 我觉得那些大佬并不是非常喜欢这些big fan 好吧 啊 big commerce啊 也是小伙伴要求的 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对他是有 我觉得他是会继续向下调整的 但是还是因为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现在其实k线图并不是非常非常多 我没办法花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波浪理论里面五浪 所以我对他这边的判断其实把握不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想 big fan big c 的话我想说一下什么 我不知道当初小伙伴买这只股票的一个用意在呢 我起码我从我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看过一个视频 我就我看过有有一个博主去对比了big fan和shopify 我看下来的话 我觉得big fan它是有优势的 就是起码从价格上来说 就big commerce的话它是有优势的 但是big commerce它的一个成长率其实不是非常高 就是在20%多左右 对于这类公司来说的话 其实20%对特别对于sars公司来说的话 20%的成长率其实不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对比的或者说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市销率就已经在30多了 所以我当初对它的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它的市销率是在一个比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价位 那它接下去会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就取决于市场是不是喜欢这只股票或者是不是市场对它将来的一个真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长是不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预期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告诉我它20%多的一个成长率对应的是十几倍的一个市销率 那也许我会告诉你那big commerce的话也许是一家比较好的一个公司 或者现在你可以试着买听 但是它现在的一个市销率对于它的一个成长率我觉得是我其实我觉得是匹配的 那如果说从基本面上来说我觉得它能匹配的话 从技术面上来说 我又不是非常能看清楚它的一个走向的话 其实对我的判断来说其实是有影响的 好吗 如果说它今天估值估值过高的话 我就更加能确定它接下来非常有可能会向下的一个走势 好吗 最后来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的话 今天这两天走势又不是非常好的 我上一次说的时候 他如果在因为上一次分 我记得更新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收了一个非常小的十字线 然后后一天是涨的 然后接下去两天又在这个位置又跌下来 如果说它在那个是突破蓝色这根趋势线的话 差不多是在310231就3100左右的话 特别是比较明显的下跌突破下面趋势线的话 或者突破这个支撑位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亚马逊在这个位置会进行一个ABC一个调整 就继续在这个位置走出我这边橘色的一个歪浪 然后ABC 那个位置的话 可能要去看2800块钱了 我觉得其实有可能的 你一定要问我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 因为 最近我还是觉得因为川普的事情 我觉得几家大的科技公司遭到了 起码对没在媒体上的影响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好 对于他们的短期来说 对于他们的一个 从消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短期来说对他们是利空的 好吗 除非有非常好的财报啊 或者非常好的一些证明的消息 不然的话短期来说 我对他们可能不是非常非常的看好的吗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 我说不知道大家投资的策略 或者投资的一个区间是多少 如果说你长期你想持有Amazon 或者你想持有Fan的话 我觉得这些公司长期还是可以持有的 因为这 当时你长期持有的一个方向 你一定是不可能像持有特斯拉一样 因为特斯拉毕竟还是在成长的一个道路上 而Fan的话 特别是大的科技公司的话 他们成长的成长的速率已经在减缓了 对吧 所以他们对你来说更多的是 比较稳一点的一种一种投资的一种策略 好吗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吧 然后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大家 特别不管是币圈的一些小伙伴也好 或者了解比特币或者不了解比特币的小伙伴都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发表意见 然后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好吗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吧 大家记得视频中央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明天再见